在这个这个中指和无名指这个地方是大脑 这个外面这边什么肠子肠子中间是肝和胃 心在这儿脊柱在这儿 膀胱在哪儿膀胱在这儿膀胱在最底下 包括子宫也是这个大概其他的区域 你想你一个手指摁在这儿估计你就把膀胱和子宫一块摁了 对吧所以你拿这个筷子是有针对的 你把它这么弄这个做做动作干什么呢 一点都不夸张通便 如果你有老便秘的话这么去做是通便的 没有筷子拿手从这个小指的最少的这个骨头往下 这么一点点去捏捏到这儿很酸疼的时候通便的 你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如果有问题 马上揉马上见效 死在马桶上的心脏病病人比死在斑马线上多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 所以通便也很关键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心在哪儿 心在这个地方 大手指头底下的这块肉 慢慢去揉 揉到酸胀 最简单的办法 筷子搁在这儿 这么去揉就可以了呀 你们揉一揉看真的有酸胀的那个点就是有了 另外一个你在这些点里如果能找到一些小的键索 就是咯咯咙咙咙的东西 你用柔和的力量慢慢去揉它 把它给揉开 效果就更好了 这筷子除了横着屎啊 咱还能这么着屎 哦 树着岸 爱的树着岸 戳一戳 其实说太多的穴位啊 我们印象不深 我们就说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糖尿病太多了 就是这两个食指 中间你把它插开 能插多大 这两个交叉点 这是一个凹 你把它分开 耶 耶 对 这儿有一个凹 这个凹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酱糖点来的 这个地儿反射区 是对应的是一线的 哦 对 你看我这儿就有一个调锁 所以我老在揉它 一定不要揉到疼 是一个麻胀的感觉 好酸啊 酸胀的感觉 就对了 千万不要疼 疼就过了 澳区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 点击搜索 再点击公众号 搜索NFF277 NFF277 关注后免费进群